关键地方就在这里 Link 它会多一个CS叙述 里面的话 它是做一个绝对路径 不过我要把绝对路径改成相对路径 所以其实 我们 前面这一串 File开头 这个是指的是在C磁碟底下的 User User里面User的 Distab桌面上 其实我只要把这一串 把它先改一下 改什么 其实未来应该我们不是放在 假设我们在server上的话 应该是 放在哪里呢 一个斜线 还记得吧 Static 对 就是Static 不要打错字 下面有CSS CSS里面有那个 BMI.CSS 大概就这一串 但第一个 如果你要能够显示那个 因为很多人 错都错在找不到这个东西 那就绣不出来 绣不出来 你一直试也是试 试100次也试不出来 所以做对的事情 真的做一次就好了 怎么去 让它正确显示 我教各位 最重要的 你要先确认一件事 你的CSS 有没有真的放在里面 有吗 OK 确认 看到了 第二件事 你要确认它是可以被 被其他层次看 其他层次要怎么能够看到呢 很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像刚刚这样的测试 就是 Static CSS 斜线 斜线我放一个 BMR 有没有 点 CSS 如果呢 它可以被读取的话 那你按Enter 它是可以被看到的 但如果不行的话 诶 那就是有错 所以你就不用再往前了 这个如果没有看到 那你再往前 你做1000次也是做不出来 很多东西啦 真的就是 我是觉得 这东西其实真的 太多的动作 但是 只要 不跟下讲 应该是 动作不多啦 只要做对的 你就只要做一次就好 但你做错的话 恐怕你就要一直改 不断的改 陷入一个无穷回圈 那无穷回圈就开始 有的人就开始 头一脑脏 然后开始 不知道做什么 然后乱踹 踹到最后 其实我看过同学 改到已经 内幕全非都有可能 什么都 所以你只要怎么样 确认这件事情 它有了 就跟刚刚那个 有图一样喔 那表示说呢 你的CSS是有被看到的 第一个 第二个你确认呢 这里面有两个 一个是 点 是class 就是那个类别 它是BMI 它就可以帮我把 只要我格式化成BMI 它就帮我把那个样式加上去 所以第一个我可以怎么 先把 我刚刚进入这里面 就这一串 OK 所以这一串呢 记得放哪里呢 它的HTML的开头 到HTML 就是 这个头 到这个尾 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到哪里呢 复制到HTML的后面 所以 其实我们复制 就把它放在 刚刚Views里面的哪里呢 其实就是 这边有没有 在这里 HTML 的后面 就这里喔 你可以第一个把它贴上 OK 这一串就过来 但是一样会遇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里面如果有什么呢 这个 这一些 有没有 那就要把它改 改成什么呢 改成 双 前面再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反斜线 如果大家如果说 像 还一招 像我以前 写其他城市也这样 如果那个东西太多的话 我干脆先贴到记事本里面 然后只要这里面 我就Ctrl H 取代 取代就是 把这个 取代成 反斜线 反斜线 这个 再按什么呢 全部取代 再贴过去就好了 这也一招 这招是 尽量 因为你写城市都在哪 你不要以为你都记得 你贴过去 跟你讲 很多时候 因为太多个 你一定会漏掉一个 只要漏掉一个 就是错 那这一招的好处是 绝对不会错 OK 可以懂我的意思 这一招还蛮好用的 我有时候以前写城市 都是先用记事本转 然后再贴过去 保证不会错 不然有时候 剪贴过程 差一个步骤 他也是不会 好 我们已经有CSS 再来怎么样呢 把那个 BMI 这几个字 跟评语 做格式化 格式化其实就是下面这个 SPAN 开头 到SPAN结束 所以就把这个开头再复制一下 放在BMI的开头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是 这个SPAN的结束 所以你就是把 一样 这个SPAN的结束 这个的数字 后面加一个SPAN的结束 表示说呢 我的BMI 帮我格式一下 所以 记得贴的位置 就放在这里 那这个是针对 BMI的数字 去做格式化 一样 这边还是会有那个 反鞋 不过这只有两个 两个自己来一下 这边没有 OK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评语 评语的话呢 一样就是在这边 做一个 P CLASS P CLASS 这边 然后 把它做一个 其实这个放前面就可以了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再把它放在 评语的前面 其实这边有一个P 把这个P 因为它是一个P的CLASS 所以把它加在这 前面就可以 结束不用 好 试一下 这样的话呢 这边还是一样 反斜线问题 反斜线 反正你贴上的东西 只要有双以后 前面 都还是要加 一个 反斜线 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 这个很小心 做完了 接下来 测试看看 一样嘛 我们 把它Safe 再来 切到我们的 这个地方 然后就把它执行一下 诶 出现 一次就成功了 不过如果你可以一次就成功 那恭喜你 你表示你 都 没有问题 如果 有问题的话 怎么办 按右键 检视原始码 请你看一下 里面有没有哪个地方 其实你用检视原始码看一下就知道了 有的同学可能 贴的时候可能少一个什么 这个斜线啊 或者是说哪个地方少什么 那你就再把它 加上去改一下 或许 CSSOK 所以特别说 今天 两个重点 就是BMI 那个图要出来 第二个重点是 CSS里面的 制要效果出来 这个我想之前有教过 等于我们今天只是说把 之前教的东西 活用过来而已 因为我觉得 因为同学问了太多次了 每一次上课都问一下 所以我想说这不讲 好像也不行 OK 而且这部分是非常重要 以后你网页设计 一定会用到这些东西 最后呢 顺便补充一下 因为刚好同学也问到影片 对 所以网站里面呢 有图 有文 漂亮的文 CSS 最好能够呢 再把影片 放过来 这影片 放过来的方法 我刚才 把那个 就是YouTube上面呢 我不是有那个播放清单吗 那我就想说 我不如就是把那个播放清单 有没有 我们上课的播放清单 我们每一次上课都有一个播放清单 就是第九次好了 那里面的假设 我就是 点一次 第一次的话 他一定会有一个什么 一个那个这个名称 再加一个这个 V V等于后面这一串 那V等于后面这一串 实际上就是 播放的编号 OK 那我其实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 做成第一个 做成一个清单 这个清单的话 就长得像这样 你可以 从那个 表单里面 找到有个叫下拉清单 的功能 就是 它是一个清单 清单在这里 清单跟选单 那你把它点两下 或者从 底下这边有个清单 你可以比如说 这个前面的 那个标签 是用 我们的那个 上面的名称 Value的话 就是你把那个 V等于后面那一串 贴过来 那最后其实 我希望做到什么效果 我先demo 给各位看 就类似像 这样子 有一个 请选择影片 有没有 然后当我下拉清单 有没有 但目前我只是demo 三个 如果你其他可以的话 你就按个 送出 它就怎么样呢 自动跳影片出来 那你可以回上一页 假设你要再看另外的影片 当然你也可以 同理可证 可以跳出一个 什么 播放清单 有没有 比如说第一次上课 也是可以按确定 送出 那这要怎么做呢 这道理很简单 我只要什么 丢一个 这个东西过来 就是把我们的那个 它的 什么 它的Value 抓过来 一样可以播放 这我想 可以先想想看 怎么做 也许 待会再分享一下 其实这不困难 但是却非常实用 下拉清单 画面先还给各位 我先试着先把什么 CSS先搞定 来 所以 今天 就是活用那个 如何把 图也加进来 CSS也加进来 再以后你要播影片 那影片我是建议的 你尽量不要放自己 SERVER 除非你那个SERVER流量很大 可能你至少就 拉个什么 300Mbps 100Mbps 100Mbps 还是如果流量 很多人观看还是会爆 所以最好的方案 干脆放YouTube算了 那可是问题 你放YouTube 会有个问题 YouTube要怎么样 像我刚刚的方式 那罗绩很简单嘛 一个表单 下拉清单 按送出 那问题你送出 是送什么给他 选是选 我们看到的 送是送那个什么 后面要播放的影片的那个 他的编号 那可是我问题我收到编号之后呢 我要怎么样能够正确的把那个影片给秀出来 OK 那这部分的话 也许可以先 试试看 如果可以的话 以后 你 假设影片放YouTube 要播什么影片 就可以把它包进来 播放的速度也流畅 甚至以后当然手机上也可以 所以以后我想应用面 就会更加的 扩 扩大 未来如果你把那些播放的东西 资料 建资料库 那更方便 以后 把它从资料库 放在清单 下拉一下 下拉一下 反正那就选很方便 每一次上课的每一个影片 也许啦 通通都建造资料库 把它读进来 这样不是 不过未来如果说 可以再加爬虫 把你要的影片爬过来 丢到那个清单里 那不更好吗 这里其实我觉得 Python 这个后面延伸性 真的太大了 包含就是说 他的网路爬虫功能 或者还有其他的相关的那个 套件 延伸性都非常大 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 图没有问题 第二个 CSS没有问题 再来就是影片播放 CSS 回头 i